好,那其实Attack的方法非常非常的多,我今天就胡乱列了一些给大家参考,这边这么多方法,就算我想讲也不想听就是了,我们就把Reference给大家参考。 好,那我们等一下唯一会介绍的是FGSN这个方法,那我们会把FGSNAttack的结果当作我们的Simple Baseline,那你可以看看说有没有其他方法一起做以后攻击的效果更好。 那其实啊,不同的Attack方法,虽然让你觉得五花八门眼花缭乱,其实他们的不同之处往往只是在于,他们用不同的Distance来作为我们的Contraint,还有他们用不同的Optimization的Algorithm来Minimize这个Loss Function,同时符合这个Contraint。 那等一下我要介绍这个方法呢,叫做FGSN,它可能不是最强大的Attack方式,但是它是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方法。好,那这个FGSN有多简单呢? 它说,你要怎么找这个X star,你只要把X0减掉EpsilonDelta,X就结束了,就结束了。 那这个DeltaX是什么呢?这个DeltaX是,你先把X对L的Gradient算出来。然后呢,你把这个GradientVector里面的每一个Dimension拿出来,如果某一个Dimension是正的,就给它正一。 如果Dimension,某一个Dimension是负的,就给它负一。 举例来说,如果今天PartialL除以PartialX1是正的,是大于0的,那第一位就是正一。 反正如果是负的,那不管它是负多少,我们第二位都放负一。所以这个DeltaX它每一位要么是正一,要么就是负一。 所以你把X0减掉EpsilonDeltaX,就是说你会把X0每一位要么减掉Epsilon,要么加上Epsilon。 那你把X0的每一位减掉Epsilon,加上Epsilon以后就结束了。 减完加完,你就得到最好的结果X star。 所以这个FGSN这个方法,它就跟这个奇遇老师一样,他就只需要攻击一次,就可以达成他的目标。 反正有同学可能会问说,这攻击一次的方法,真的是最好的吗? 如果多攻击几次,会不会结果更好呢? 那多攻击几次,在文献上看来,确实结果会更好。 所以FGSN有一个进阶的方法,叫做Iterative的FGSN。 那不过呢,我们这个作为的SimpleBaseline,就只要求你做FGSN就好了。 那如果你觉得这个FGSN还有一点抽象的话, 那我们用图示的方法来告诉你说这个FGSN实际上做的事情是什么。 那在FGSN里面呢,我们假设我们用的这个Distance的Contrain,用的是LInfinity。 那我们刚才在同影片里面,在我们在刚才课程里面已经讲过说,这个,呃,在刚才课程里面呢,我们已经讲过说,如果你用LInfinity, 那假,你就是把X0当作中心,然后有一个这个边长是2X用的正方形,然后你今天新找出来的X star,不可以超出这个正方形的范围之外。 好,那我们就先把Gradient算出来,那我们假设Gradient算出来呢,是这个方向。 那如果你不是用FGSN,你是用一般的GradientDesign的话,你会说,我把这个Gradient的负号呢,乘上Learning Rate。 乘上Learning Rate以后呢,你用这个Gradient的负号乘上Learning Rate,去UpdateX0,接下来你就得到X1。 那FGSN告诉你说,你只需要做一次Update,你一次Update,就直接把X0挪到X star,然后就结束了。 那这个FGSN这个方法,他并不在意Gradient的值,他只在意Gradient的方向。 在今天这个例子里面,假设你的Gradient指向的方向是左下角。 不管他是这样子指,这样子指,这样子指,怎么指,X star都会跑到右上角。 或者是说,如果你的Gradient指向左上角,不管他是这样子,这样子,还是这样子,你的X star通通会跑到右下角。 在FGSN里面,我们只在意Gradient的方向,我们并不在意他真正的大小。 好,那这个FGSN的原理是什么呢?你可以想象FGSN这个方法,其实是设定了一个非常大的Learning Rate。 那因为给了一个非常大的Learning Rate,所以也许只要一次Update就可以达到攻击这件事。 好,怎么说?假设这是我们现在Gradient的方向。 那假设你的Learning Rate设的异常的巨大,那你会往Gradient的反方向Update你的参数。 但是因为你的Learning Rate设的异常巨大,你只要一Update,你现在的X1就一定会超出这个方形的范围。 因为你的Learning Rate非常非常的大,所以只要一Update,X0马上变成X1,马上跳出这个方形的范围。 那我们刚才说呢,如果你今天Update你的X以后,发现X跑出了我们限制的范围怎么办? 把它拉回来。那拉回来会拉到什么地方呢?拉到这个方形的尖角的地方。 所以你就可以想象说FGSN它的原理其实就是因为设了一个非常大的Learning Rate,所以我们只需要Update一次参数。 就跟一拳超人一样,只要一拳就可以达到攻击的目标。